我妈最近给我安排了好多相亲 我都快烦死了 咱们好姐妹有难同当 我带我约了一个男的过来 你帮我应付 我去见另外一个 这样我才能尽早交差 你觉得我们长得像吗 像 丑的人各有各的丑法 我们仙女都是相似的 我怎么未觉 反正我已经把你的照片给她了 你不是每天跟我说你爹就结婚 二十四岁之前就要找一个生命天子 生理两个等我 生命天子都是不经意出现的 难道以后我的小孩问我 妈妈 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我要说我们到了合适的年纪 就在一起了 这不是我的故事 我要那种八个机位的吻 什么叫八个机位 韩剧啊 你不知道吗 男女主每次拥抱结婚的时候 都有八个机位在拍的 三百六十度血绸 只有能给你这种感觉的 才是真名天子 来了 我先走了 回 回 是 毫无疑小姐吗 是毫无疑小姐吗 不好意思 就等着 平时跟你发信息你也不怎么回我 毫无疑小姐好像总是很忙 我平时工作有点忙 我平时工作有点忙 那郝小姐在哪里高就啊 我是自由职业 写小说的 原来是作家 厉害厉害 那你一定很会写东西吧 一般吧 不过 从小就是班里做我们最高分 好姐真是秀外惠中啊 好姐真是秀外惠中啊 我打算啊 结婚后啊 要三个小孩 第一个呢 肯定是儿子 生个大胖小子 第二个嘛 是女儿 第三个最好也是儿子 当然了 我们不能那个 忽略老二的存在 因为我在家我也是老二 好小姐 不知道你对另一半 有什么要求啊 要求 一月份的生日 被血腥 冰箱里 只有三明治跟矿城水 别跪了 也只有白天 别跪了 也只有白天 这怎么现在还有深色的 好姐 怎 怎么你困了吗 那不是赵乔姨吗 怎么了 黄晓姐 那 吃饭 我们下去吃 怎么了 黄晓姐 头有的 头有的 那 那要不要 我去给你买点药吧 不需要 十两块钱 菜单拿过来 就坐这儿吧 这家餐厅呢 从开业到现在 我几乎每天都来吃 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 你想吃什么菜吗 要不你看看 你随便点 随便 随便点可是最难的 闫老师在考验我 那就 来我平时的老三样了 谢谢 怎么菜一上 你都没怎么跟我说过话 我妈从小教我 食不言清不语 那还真是个好习惯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也经常这么说 你妈去啥 去年走的 我 你别难过 阿姨肯定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谢谢 吃饭 谢谢 来 颜老师 尝尝这道菜 南川人的老口味 是不是不合胃口了 要不要再点点别的 不好意思 试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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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头发上 这边有东西 要不我帮你弄吧 你有什么事吗 看到了朋友 过来打声招呼 毫无疑小姐 她是你朋友吗 毫无疑小姐 我是毫无疑 我可以坐这儿吗 谢谢 谢谢 两位在聊些什么呀 都是朋友 爸爸先做养生之类的东西 你们应该不会感兴趣 要不然 你们先回去 你在相亲呢 在相亲啊 那么恭喜两位了 两位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姐 我们还没谈到结婚 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 以后还得进一步了解呢 想了解她特别容易 她上过一个电视节目 她怀孕七个月 老公就跟别人跑了 那个节目收视率特别高 对了 你老公现在还打你吗 你结过婚 不是 您别误会 我是电视台的那个编导 所以 他们人手实在是不够 就让我失 你不是作家吗 原来他是作家 原来你不是好物一样 你 你不是好物一样 我是她朋友 你真有事 别着急 好好编 闹了半天 你逗我玩呢这是 不是 你 岂有此理 你 就忘了我 李 李 李 刘先生 你现在满意了吗 听到关门声我才满意 好 满意了 凭什么不开心啊 该不开心的是我 你搞乱了我的相亲呗 谁的相亲 后一的 别跟我说话 不想跟你说话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 我再跟你说话 我再跟你说话我是猪 你说的 我说的 住哪儿 你还住哪儿 我说的